台风登陆前 花莲丰冰外海已掀起大浪 当地居民也赶紧做好防台措施 就是怕这样子 怕晚上来的话都来不及 再说都来不及了 趁着天气还没变糟 赶紧把容易被风掀起的东西收拾 而担心403地震松动的山区土石 台风一来又坍塌 阶级村长也待命中 当然现在下大雨台风来临 我们这里当然也会怕 如果说再度摊下来可能交通中断 然后对村子里面的各方面还是不方便 所以说这次台风 凯迷台风来临 我们当然有手准备 不过403地震原本收容避难建筑已贴上红黄单 这次若接获公所预警通报 就得到10公里外的封冰国中 而地震造成的影响还有当地观光 这次台风一来 临家也高度关注 但另一方面 风冰箱已有约一到两个月 没有长时间下雨 这次台风居民也期望不要治灾 但能带来充足水汽 干掉啊 死掉啊 没有办法种啊 有像那个生姜 还有那个金针 还有反正就是种菜那一些 花莲丰冰23号下午开始降下大雨 虽然一阵一阵 但气象鼠表示 这两天 东部外海将有3到6米浪高 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海边关浪 或重续其他工作 有些新闻阿斯伯罗利亚 花莲丰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